北欧国家挪威遭遇数十年来最强风暴袭击 狂风大雨造成渡轮停驶 道路关闭 不少建筑受损 甚至有北极小镇 为了避免民众被碎片砸伤 封锁市中心 要求居民不要出门 狂风吹袭 海水冲上堤防 溅起喷泉般的波涛 仿佛是灾难片场景 连线记者靠着大石头稳住脚步 身体还是不断前后晃动 让人替他捏把冷汗 超狂强风更是让这辆大货车 硬生生从路边位移到田间 惊险的景象出现在北欧挪威 炸弹气旋因共 威力相当于强烈台风 是几十年来最强的风暴 以每秒54.4公尺连续狂扫 导致渡轮停驶 道路封闭 建筑受损 灾情频传 北极小镇博德也惨遭狂风 大雪双重袭击 警方封锁市中心 要民众待在家里别出门 镜头转到美国加州 几乎灭顶的汽车 有如水中孤岛 换个角度看 好几辆车深陷水中 动弹不得 美国西岸冬季特有的大气河流 带来暴雨和大风 淹没街道 吹倒树木 从卫星影像 可以看到浓厚的云层 那就是大气河流 南加州长提适合局郡 灾情惨重 当局并发布洪水警戒 洪灾接力而来 下一波大气河流 周末会袭击加州大部分地区 而且威力更强 加州已经成立紧急办公室 并预先在高风险地区 部署人员因应 希望把灾情降到最低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